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好时光给大家带了一道怎样的菜呢 叫罗伯斯烧桂鱼 罗伯斯烧桂鱼 其实我们平常在饭馆吃的都是桂鱼汤 对 那今天是用红烧的方法了 是的 来看一下主要用到的原料 罗伯斯烧桂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桂花鱼 白萝卜 葱姜蒜和一些红辣椒 调料是鲜贝露 鸡精 白糖 白胡椒粉和盐 有桂鱼 有萝卜 还有一些辅料 辅料 对 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吕老师这个怎么做 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现在开始动手 大家慢慢看就知道怎么做了 太棒了 来 OK 我们先切萝卜 因为这个萝卜是现在的食令蔬菜 有句老话 东西萝卜下吃姜 对 现在我们要吃菜就要吃食令菜 而且这萝卜特别好 可以补气 像这样气血不足的要经常吃 对 而且萝卜还有功效 还有什么功效 止咳 哦 现在冬天嘛 不是人家很容易受分寒吗 萝卜它可以止咳的 对 那我们这萝卜就切成这样的丝 嗯 其实没有 也不算很很细了 就说那家刀工的部分 不会很很为难大家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切辅料 切点红辣椒 红辣椒 又是有点这个 带有一点点的辣 微辣微辣微辣 好 因为冬天嘛 我就喜欢推荐大家 切点比较 比较重口味吧 可以这样讲 口味比较重点菜肴 嗯 好 切点葱 好 就我们切姜 蒜 它其实这些呢 就为了去腥嘛 嗯 这些姜片进去 嗯 那我们蒜头切一下 今天蒜头很简单 不需要大家去切 一整块蒜头 哇 稍微摁扁一下就可以了 摁扁一下就好了 对 那不要 不要把它拍太碎 嗯 这样子刀直接摁一下 这样撞一下 OK 我们就扁下了 除了教我们怎么做菜 还教了很多 在切啊 煮啊 蒸啊的时候 一些非常棒的技巧 好 桂花鱼拿过来 已经斩下干净 洗干净了 好 我们怎么处理它 切成块 切成块啊 切块 哦 鱼块稍微切大一点 没关系 嗯 因为要拿去烧 如果太小块的话 烧一下 刚说过 过来就鱼肉很嫩 嗯 稍微烧一下 会变烂掉 就怕它变烂了 对 稍微切大块也没关系 嗯 然后尾巴部分 我们把这个 这个把它去掉 不要掉 嗯 这样子就可以了 嗯 然后我们刀工部分 就全部都成熟 剩下就是煮了 让它开火 好 你要大火啊 对 OK 好 等锅热了之后呢 我们就下油 下油 嗯 同样的 因为烧炙菜肴 肯定很多东西要拿去 我们先炒一下 是 让它能够出香味 嗯 加一些富含DHA EPA的金龙鱼身海鱼 调和油 好 油的量稍微大一点点 嗯 因为你炒的东西比较多 嗯 好嘞 那这个油呢 都能在油锅 充分地给它 来 摊开 摊开 之后呢 就下今天的辅料 好 蒜头生姜 嗯 红辣椒 全部下去吧 好 好 先让它 嗯 之后下萝卜丝 萝卜丝要先下 对 好 和萝卜丝跟油 已经很充分地 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我开始下调料 好 加一点我们的泰泰乐 鲜背露 对 海鲜加蛋鲜背露 选配 好 之后继续地炒 嗯 好了 它的这个颜色 变得很均匀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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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